好家伙竟然有这种事 打死一只苍蝇就给一万元 吃掉它给五万 弄扣一个小孩给十万 再吃一顿饭给三十万 抢乞丐的零钱给八十万 就这么继续下去 每个任务算一关 一共完成十三关 最后就能拿到奖金一个月 今天咱们看看 这个男人能不能完成 对了你们绝对猜不到 男人刚才吃的啥 男人叫阿衰 在家债务缠身 在公司业务垫底 领导表示要解雇他 阿衰来到楼梯间想冷静一下 这时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对方告诉他 如果现在用报纸 打死身边的一只苍蝇 就能获得一万奖金 阿衰根本不信 但这个苍蝇确实烦人 他盯着面前的苍蝇 大手一挥 苍蝇被打死 我打得太准了吧 此时阿衰的手机发来短信 账户收到一万元 神秘人再次来电 恭喜你 通过了第一关打苍蝇 获得一万奖金 接下来是第二关 吃苍蝇 如果吃掉手里的苍蝇 将会得到五万元 阿衰本不想吃 我又不是蛤蟆 这也太恶心了吧 但万一是真的呢 我现在连房租都付不起 想到这儿 他把苍蝇塞到嘴里 这正好被同事小男看到 就问他 你是在吃苍蝇吗 阿衰表示 自己吃的是干草 几秒后 账户进账五万元 短短五分钟 阿衰就挣了半年的工资 神秘人打来电话告诉他 刚才过了两关了 再顺利通过十一关 将会获得一亿奖金 阿衰听的尖叫起来 我却这么多钱 神秘人宣布了规则 一 每通过一关 就会获得相应奖金 二 任何一关挑战失败 奖金自动清零 三 如果想退出 没有奖金 四 被别人发现你在挑战 没有奖金 五 不能追查神秘人的身份 确认参加挑战 就按一号键 不参加呢 就按二号键 想到自己失败的前半生 阿衰果断按下了一 幻想着 自己把上脚成为一万疯了 他抬头看见 抢客户的同事 跟着他来到办公室 二话不说 一拳把他打倒在地 紧接着 扔下子的工作牌 潇洒的离开了 然后就接到新的挑战 第三关 弄哭三个小孩 奖金十万 阿衰来到幼儿园 目光瞄准一个男孩 把男孩推倒在地 没想到 男孩非但没哭 还露出笑容 跳到阿衰的身上 其他小孩也健壮 包围了阿衰 阿衰被小孩追得 连连后退 不小心踩到一个玩具 两个男孩立刻哭了起来 阿衰看形势大好 动手抢男孩的玩具 成功弄哭了三个小孩 幼儿园的老师看到这一幕 追了出去 阿衰早就溜走了 老师来到警局报案 正巧 被打的同事也来报警 老师看到 同事和阿衰穿着一样的衣服 认定他们是一伙的 此时 又进来一个流浪汉 声称自己被打了 打针者和前面这个人 穿的一样 原来这是第四关挑战 抢流浪汉的钱 奖金三十万 阿衰高兴地 把抢来的钱 装进兜里 等待接下来的挑战 中午 阿衰来到一家高档饭店 阿罗多姿的服务员 被他端来 精心准备的大餐 阿衰打个盖子 差点吐出来 第五关 居然是吃便便 奖金五十万 神秘人 不断地重用阿衰 继续啊 都奖金五十万了 阿衰本想放弃 但隔壁桌的富人 偷来鄙视的眼光 让阿衰下定决心 一定要拿到全部奖金 阿衰大吃特吃 不光都吃了下去 还舔得干干净净 奖金五十万到手 他继续挑战 第六关 在公交站 找人交换手机 奖金八十万 阿衰看到一个疯子 再假装皇帝 看来就是他了 阿衰配合疯子 大王 这是我献给您的宝物 疯子的嘴里 不停地说着 十三十三 看来 这就是手机的线索 此时 一辆公车驶来 疯子一直让他上车 阿衰上车后 静静等待 眼看时间就到了 十三点十三分 后座的手机响起 旁边的混混 拿起了手机 嘿 白捡了个手机 高兴地接起电话 被阿衰一把读过 混混一看 这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必须得教训一番 让手下把阿衰摔倒在地 阿衰趴在地上 祈求混混 把手机给他 混混表示 你过来亲我的鞋 我就把手机还你 阿衰只能照做 没想到 混混竟然把手机踢出去 还骂他是闹肿 阿衰怒了 把混混按在座位上抱打 阿衰把混混推出车外 没想到 对方抓住自己衣领 混混手下 逻辑是抓住阿衰 三人就这么在大街上 表演杂技 混混让手下放手 两人摔出了车外 混混拿起手边的刀 朝阿衰砍去 阿衰集中生着 用柱蹄搁挡 右手抄起柱蹄 给了混混当头一棒 混混倒下了 阿衰从他身上 抢到一个手机 第六关顺利通过 神秘人打了电话 告诉他第七关的地址 他按照指示 来到一间空房子 第七关 十分钟内 把独居的老人 从经理救上来 奖金120万 终于能做回好事了 阿衰往井里看却 吓尿了 居然是个尸体 为了奖金 阿衰慢慢往井底移动 一个不小心 直接摔下键 井底只有一捆绳子 阿衰用绳子 把老人绑在自己身上 沿着井边的缺口 一直往上爬 为了九牛二虎之力 爬到井口 但在拿手机时 手机掉入井里 这下完蛋了 但阿衰仔细一看 好家伙 尸体帮他接住了手机 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 成功爬上来 120万的奖金到手 阿衰走在街上 看到了前女友 和他的新男友 新男友 是当地的土豪哥 第八关 对对碰 奖金500万 土豪的背后 有个数字八 前面的椅子 也有个八 阿衰立刻明白了 他拿起椅子 给土豪哥来了个 连环十八敲 边打边喊 让你虑我 让你虑我 前女友看见土豪哥 被打得浑身是番茄汁 会在地上痛哭 阿衰与心不整 搀扶着土豪哥 来到路边 抢了一辆车 就把他送去医院 第八关完成 就在这时 第九关的挑战来了 躲过警察的追捕 奖金1000万 原来 阿衰在路边打人 被警方全程通缉 现在警察 已经追到医院 这难不倒阿衰 他利用受伤的老奶奶 在警察眼皮子底下溜走 第十关 死亡亮一绳 赶金2000万 老奶奶回到家里 看着散落一地的衣服 让阿衰帮他 绑好亮一绳 阿衰没有多想 走到木板旁边 把亮一绳固定好 一个不小心 就被绳子划破 这亮一绳 居然是钢丝做的 阿衰用老虎钱 绑了好几圈 确实皆是在离开 他跑到马路上 忽然被亮一绳拦住 好险啊 差点就挂了 等他看清楚 发现这跟亮一绳 居然横传整个马路 此时 远处传声音 是一群飞车党驶来 阿衰钻过亮一绳 跑到前面 大喊着 让他们停下来 别往我走了 对方不听他的 以120m的速度 从他身边经过 但下一秒就微距了 亮一绳不停地颤动 中间被鲜血染红 飞车党全部伸手一出 阿衰看着眼前的场景 心里崩溃了 此时 神秘人来电 恭喜他完成了这关 阿衰疯狂的 大骂神秘人 你们简直是禽兽 他把手机扔了 这时 同志小男来了 他察觉到 阿衰不对劲 刚才在网上查出来 阿衰在玩 是在害人游戏 他劝阿衰推出游戏 但阿衰呢 已经连过时关 停不下来了 他把小男推倒在地 这时 老奶奶又送来一部手机 对方表示 阿衰扔手机 违反了规则 但看直播的观众 对阿衰很满意 他们给阿衰一个新机会 接下来是第十一关 他要在小男和小狗中 选择一个杀掉 奖金四千万 阿衰不愿意伤害小男 只能把狗杀掉 然后 坐车赶紧离开 第十二关 在牛肠子里找钥匙 奖金八千万 此时的阿衰 已经瞎红了眼 不管什么任务 都能咬牙完成 他拿到钥匙 打开一扇门 这里是个大屏幕 播放着阿衰眉观的表现 灯光缓缓亮起 阿衰的面前有个圆台 上面绑着一个人 旁边放着一把刀 此时 小男也来到这里 他被神秘人抓走 带到一个空房间 对方转过心来 居然是一个少年 看来他就是boss 小男质问他 为什么要发明这种 丧心病狂的游戏 少年表示 我从来都没有要求他们杀人 这一切 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这时 阿衰先干头盗 发现眼前的人 居然是自己的父亲 原来这就是 最后十三关的任务 杀掉自己的父亲 想进一个夜 阿衰拿着刀 回想起父亲 曾经踩坏自己的玩具 把他心爱的小狗杀掉 还时不时地打自己 阿衰恨不得立刻干掉他 但又想起 父亲是怕自己的矿瘸病 才把狗狗送走的 自己被别人欺负 使父亲保护自己 还有那些愉快的时光 阿衰想要走 把刀捅在椅子上 阿衰正中表示 自己放弃挑战 钱不要了 忽然阿衰被捅了一刀 他抬头看 居然是父亲干的 原来 父亲也参加了这个游戏 父亲通过了十三关 获得最终胜利 奖金一个夜 阿衰到此都不敢相信 父亲居然会杀了他 小男看到这一幕 大骂少年 是杀人凶手 小男在长椅上进来 新的游戏又开始了 本片玩 本片叫十三害人游戏 本期问题 如果你只能选择其中一个任务 你会选择哪个呢 把数字发到评论区哦 所谓完整挑战 赢得奖金 不过是试探人性的做法 阿衰父子为了钱 不惜伤害其他人 已经触碰了 左人的底线 不管是输还是赢 最后都不会有好结果 同名电影 还有一版是美国拍的 波勒查了一下 泰国这版是2006年的 美国版呢 是2014年的 泰国这个拍摄的更早 本片好看 推荐你看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较之了 记得给波勒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